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生活调查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 沟通交来一下 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 现在时下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有空就罩一下香口胶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家的袋里面 都会有它的一个小小的位置 因为有些人就说 香香口胶除了可以清新口气之外 还可以防止蛀牙和清洁口腔 究竟一粒小小的香口胶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功效呢 今天的节目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调查清楚 厚香糖是糖类的一种 最大的特点就是 怎样就也就不难 因为香口胶是用天然薯胶来做鸡 最加入一些糖漿 薄荷甜味剂等等 就可以调成不同的口味 既可以吃又可以玩 深受小朋友和大人的喜爱 食烟饭就有两粒 口腔有异味就有两粒 工作累了就有两粒 加烟也可以就有两粒 洁净清新 颤后就有两粒 牙齿很坚固 根本都停不下来 各种厚香糖的广告 都高举着这样的口号 从而前面密化了很多人都习惯性的 就要翻译了 多不多吃香口胶 多 有啊 不多 那你觉得吃香口胶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千千可欠 都是有防止 里面可能就有薄荷 可能会改变口气 但是其他的我觉得 没有功能应该是 炭好一般就会吃香口胶 第一个可以清新 第二个都说防蛀牙 这个也有 蛀牙是很多人都会得的一种口号疾病 所谓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拿名 蛀牙不单止令到我们的生活 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且很多人都正为这件事烦恼不已 那这种口香糖 是不是真的可以防止蛀牙呢 蛀牙 就是说是那个口香里面的细菌 就是分泌那个糖 分解糖以后产生酸 酸浮食那个牙齿以后 使它脱钙 脱钙它就产生那些牙齿 那个上面的结构的一个破坏 就造成蛀齿 糖是产生烂牙的一个主要因素 刚才专家都跟我们说 说蛀牙的原汁之一 就是吃得多糖 那我们现在在方面上 也是买了各种味道的不同的香蕉胶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它们包装以及它成分表 是怎样写的了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的配料表 第一项已经就写着有白砂糖了 那我们可以知道呢 在配料表越靠前的那些成分的话 也就是含量是比较高 那如果我们按照医生说 吃糖是蛀牙的主要原因的话 那天天吃这些这么甜的香蕉胶的话 对于我们的牙齿来说 会不会那么好呢 那我们首先就将这些香蕉胶 送去做一个含糖量的测试 看看它的糖分含量是有多高了 我们带着三款不同的口香糖 来到华南理工大学兴供食品学院 找到糖分检测的路线 经过两天的时间检测 我们得到三款口香糖的糖分含量 药品1的口香糖含量是每千克587克 药品2的口香糖含量是每千克629克 四款口香糖的含量是每千克577克 而这三款口香糖的含量 对于牙齿的损害程度有多大呢 我们的调查员决定做一个实验 实验之前我们向口香医院借了几粒真人的牙齿 接着恶力我们就开始实验了 那我们现在立刻来做一个实验 看看糖对于我们的牙齿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 在我们的桌面上我们就准备了这些实验道具 分别有四种的牙齿 还有之前我们做了检测的三款香口胶 他们的含量的一个等量糖就已经浸出来了 就是前面的三杯 另外我们还准备了四种的烧杯 稍后我们就会将这些糖对一定量的水 然后再将这些牙浸在溶液当中 经过一个星期的浸泡之后 看看我们的牙齿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就可以知道糖对于牙齿有多大的实验力 那现在立刻来进行实验 三粒牙齿究竟会有什么变化呢 就等我们拭目以待 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三粒牙齿的情况 先来看看一号粒 一号的牙齿和一个星期前相比 牙齿表面就好像附着一层白色的粉末 而二号牙齿也都一样 表面也都有一层白色粉末 三号牙齿白色粉末就较为少一些 经过一个星期的糖水浸泡发热 三粒牙齿都有不同程度的侵蜇 对比回一个星期之前已经有明显的区别了 那究竟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明什么呢 我们还是一起听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 所以说如果牙齿长期被糖分侵蜇 结果就不会好像实验当中的三粒牙一样 就是附着白色粉末 而是更加严重的珠牙、烂牙的了 由此看来有糖香口胶的糖分已经足以令到我们珠牙了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吃无糖香口胶是不是就可以防止珠牙呢 现在不少街坊都会选择香口胶的时候 都会选择一些标明了木糖醇的来购买 因为商家宣传声称 就有这样的口香糖可以预防珠牙 另外有些木糖醇的口香糖 在标明是预防珠牙的同时 还标明是低糖或者是无糖 对于很多糖尿病人来说 或者一些想控制体重的人来说 就多了一种选择 那木糖醇或者是无糖的香口胶 究竟有没有商家宣传得这么神奇呢 他不是说木糖醇能够预防珠牙 而这个口香糖对珠牙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它那个木糖醇只是一个甜味贫 它是改善口感 就是吃口香糖的时候有一种甜味 它那个起到预防驱齿的作用 也是那个口香糖它那个胶 它胶可以粘幅一些细菌 可以减少口香细菌的数量 所以相对的就起到一个预防驱齿的作用 专家说木糖醇香口胶毕竟都是一种食品 不是一种药品 如果想通过它去达到一个防珠牙的作用 这个功效都是有待考究的 讲完糖的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时刻有些人炸香口胶 其实炸的时间是非常之长的 专家就提醒说炸香口胶时间不移过长 如果不是都有可能会导致珠牙 那究竟又是什么回事呢 你平时炸香口胶的话会炸多久呢 十分钟吧 没什么甜味你这把土豆吐掉呢 很快的炸到没有味的话 炸一个就不吃 最多半小时分钟 吃香口胶炸太久的话 会对这个身体不好 这个没有 吃多了反而我牙前就牙了 没有说对身体不好 但是会说对口腔肌肉不是很好 炸太久的话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将炸口香糖 作为一种时尚的窗道 因为这样可以很酷 而且可以扮帮帮 所以我们经常在街坊的时候 问到一些年轻人 他们都会有炸香口胶的习惯 而且炸的时间有长有短 短起上来就几分钟 长的话会超过15分钟 甚至更久 究竟炸口香糖的时间多长 才会对牙齿有影响 接着来我们通过实验告诉你 现在在桌面上放置了两份的食物饭品 分别有10个培养品 待会要装自愿者的妥液 而另外我们还准备了两瓶的香口胶 这瓶就是无糖香口胶 而这瓶就是有糖的普通香口胶 同时我们也准备了这个PH的测试纸 待会我们会利用它来测试一下 自愿者的口腔酸碾度情况 还有我们还准备了这一块的板 在这块板上我们就会记录下 无糖香口胶和有糖香口胶 随着自愿者咬在口腔当中的时间 越来越长 她的酸碾度情况的变化 我们现在就立刻来进行今次的实验了 首先我们就要有请今次实验的 两位自愿者陆终登场 有请我们的猪猪和我们的清清 麻烦 好 待会我们首先就要两位自愿者 取一口在实验之前的唾液 麻烦供填一下你们的口水一口 麻烦 不用那么害羞 好 戴好了手套之后 我们马上来看看清清和珠珠 在未实验之前他们口腔酸碾度情况 利用手上的这个PH的测试纸 好 那我们首先来测一下清清的 按照我们今次的测试 我们对比上色卡的色版了 可以看到大概就是在七到八之间 也就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偏简性的口腔环境 对比上色卡的话 珠珠的口腔环境酸碾度 都是在一个简性的环境当中 都是七到八的 稍后我会先记录下实验之前的一个数值 那现在就有请两位志愿者分别吃 最主要吃有糖的 而孙清清就吃这个无糖的香口胶 一人就两粒 对了 稍后我们就会记录下 在这个志愿的过程当中 五到三十分钟他们的口腔酸碾度环境 那下面就有请两位 开始就这个香口胶了 五分钟过后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位志愿者 脱液当中的酸碾度是多少 试纸一落 只见两张试纸都是绿色 这就表示它们口腔酸碾度还是呈碾绳 那十分钟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变法呢 嗯?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了 在咀嚼了十分钟的时候 对比上色卡的话 大概就在五到六之间 也就是慢慢偏向了中性环境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边 清清的 十分钟的时候 口腔环境如何了 我们可以看到清清在十分钟的时候 对比上色卡依然都是口腔的酸碾度 在七到八之间 也仍然保持在简性的环境当中 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十五分钟的实验了 下面就有请两位 继续去咀嚼你们口中的香口胶 实验继续 两位志愿者继续咀嚼口中的口香糖 这边吃的就是普通的香口胶 也就是有糖的香口胶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是比较峰回路转 一开始在未测试之前就是这个简性 然后在咬五分钟的时候 依然也是一个比较偏简性的环境 直到十分钟的时候就开始变成中性 之后的十五分钟和三十分钟 就越来越酸的环境 直到最后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酸性环境了 那为什么两边的结果会不一样的呢 还有这样的酸简道的口香环境 对于我们的牙齿是有益又或是有害的呢 它这个口香糖综合酸性是 它的概念是你嚼口香糖的时候 可以增加拖椰的分泌 拖椰量大了以后 它一个是对口香一个有个冲沙的作用 可以吸食口香里面的酸 然后它里面的钙物质可以综合酸 所以它就使酸的反应下降 所以大家以后呢 就不要有这么长的时间了 而且想通过就好香香糖来防止蛀芽的话 其实实际性作用就不大而已 而且过量的食香香糖可能还会产生副作用 调查完以上的问题之后 我们还听到另外一个传言 就是关于这个香香糖在口香当中 如果产生过多的椭液的话 对于我们的胃部也都不是那么好的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调查下去了 就口香糖的时间太久 不大致会伤痒 还会导致胃炎甚至胃肺痒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不要走开 我讲过回来继续为你调查 上次讲到有糖的口香糖就有内肿 口腔的酸碱度就会慢慢变小 会呈现偏酸性 而酸性环境的口腔就会对牙齿产生腐食 导致牙齿绝痒 从而有发蛀牙 就要口香糖会伤牙之外 还会伤胃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继续调查下去 口香糖 咬的太多时间比较长 它会引起胃酸的分泌量增加 有一种饥饿感 它那个消化酶也会增加 如果胃酸太多了 它就会反酸 反酸就会加重胃病的 就是加重胃病的病情 口香它是一个产生 在那个拖椰的地方 它那个拖椰量大了 它会流到胃 就是咽到胃里面去的 如果这个拖椰偏酸性 那它到胃里面也是增加胃的酸度 对胃也是一个刺激作用 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 喜欢吃口香糖的朋友 尽量选择一些毛糖 或者木糖醇的口香糖 有糖的口香糖 都是以蔗糖为甜味剂 口香当中会导致猪牙的细菌 会利用蔗糖产生酸性物质 进而来腐性牙签 而木糖醇就不可以被这种细菌利用 它不可以提供细菌 乃以生存的营养 同时木糖醇对早期猪牙 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可以起到自然修复的作用 可以预防猪牙的发生 红宝珠早晨 嗨 早晨 你口气这么臭的 真的好臭吗 好臭啊 还快去拆架 我已经吃了整盒的一口胶了 一口胶我千身口气 一重好臭吗 哎呀 哪有这么厉害 你呀你呀你今天坐远一点 不要离我这么近 真的被你烤死了 空顶空了一个星期了 我都是扣它来刷牙的 为什么我现在还可以预防猪牙 清新口气吗 你看看我牙牙很干净 割净你的头是什么牙牙 说我也是夸张的 糟了 你快点去刷牙才行 我还比较 好臭啊 嗯 在时下快接受的生活 和工作的忙碌当中 人们往往都会忽视了 对牙齿的保护 有些人刷牙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认真了 又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掃口水 又或者用清水拦一下口 甚至乎就有两块香口胶 就当是清洁了的了 那可不可以用香口胶 来代替刷牙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调查员在网上 搜索了相关的信息 多半网友对照口香糖 可以代替刷牙表示而言 有网友就说 每次见到这些广告上面 召唤口香糖可以清洁牙齿 我都认为是为了 促销的夸大宣传 但是有不少网友 亦都用这个方法来代替刷牙 他们认为 召口香糖清洁牙齿的原理 就像洗衣服一样 我们随意扔个肺脚下去洗 就算是暖那么粗 也都会清洗到衣服 牙齿板是肉眼看不到的 因为牙齿板是由 锡紧聚集形成的一个斑块 它要在显微镜下面才能看得到 所以一般就说 它形成了以后 再矿化形成牙齿 肉眼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浮在牙齿上面 盐浅医生就告诉我们 在清洁牙齿之前 我们的牙齿表面就会有一些的菌斑 虽然用肉眼没办法看清楚 但是通过专业的菌斑指示剂 就可以令到菌斑显示出来 接着来 医生就将菌斑指示剂 涂在自愿者的牙齿表面 可以看到 现在自愿者的牙齿 已经布满了绿色的液体 看来它的牙齿上面的牙菌斑 还有多少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 验证口香糖清洁功能的时候 治愿者皱了两粒喉香糖 十分钟之后 看看上面的指示剂 是不是有减少 这个菌斑的颜色 以及面积都大大的减轻 所以我们可以说 口香糖对于清除牙面上的菌斑 是有效的 但是它并不能百分之百的去除这个菌斑 太厉害了吧 刚才治愿者吃完那粒香草胶之后 牙齿上面的牙菌斑 的确确减少了不少 不过就未达到彻底去除的效果 那究竟有什么方法 才可以彻底去除牙齿上面的牙菌斑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我们最常用清洁牙齿的方法 就是拆眼 那接着下来 我们就要治愿者拆眼 看看菌斑是否可以变得更少 换成刷完牙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肉眼可见的绿色的指示剂 拆完牙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肉眼可见的绿色指示剂 已经被去除了 拆牙和口香口相比 拆牙是更加彻底的清洁方式 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除牙齿表面的菌斑 口香糖是有一定的口香清洁作用 但是它不能完全代替牙刷 因为口香糖它只是靠胶的硬度 来粘掉一部分细菌 然后是刺激 脱液分泌 可以冲刷一些口香的油害的物质 但是它一些坚硬的牙齿之类的 它是无法清洁掉的 还有一些腐着的牙齿上面的 比较牢固的牙紧板 也无法清洁掉 那时候就要靠机械的刷牙方法 来清除掉一部分牙紧板和牙齿 脚口香糖它有些像牙缝 像有一些牙比较靠后的牙齿 还有前牙 以后是起不到明显的清洁作用 但是刷牙是可以 按正确的刷牙方法 可以清洁到牙齿的大部分部位 但是牙缝的话 我们是建议用牙线 然后是牙尖刷来清洁牙缝 做完以上的机械实验 相信大家对于香口胶 对我们的牙齿 以及口腔的功效 都有一定的了解 其实它的作用 真是微乎其微 那怎样才可以保护好 我们这32粒的宝贝牙齿 牙医就对我们 作出以下的建议 一个是饮食 少吃些甜的东西 因为它会产生酸 不使牙齿 也要少吃一些酸的东西 再一个就是要保持口腔卫生 就是坚持刷牙 然后不要吃一些坚硬的东西 使牙产生硬伤 再一个就是定期去口腔 让科去看牙 让医生去做一些专业的检查 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病病 早期处理 清洁牙齿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都是拆牙 如果说在两餐之间 没办法拆牙的话 其实清洁的方法都有很多 比如说可以拦多点口 又或者是用牙线 飘走在两只牙之间的 一些食物残渣 另外平时也都要均衡饮食 做好牙齿的保健 还有少喝点炭酸饮料 喝多点水 这样对我们的牙齿 也是有益处的 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你们 想了解更多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 上的八点半 再订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 下期短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